传说诸葛神侯有四大弟子 各个都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 大弟子无情双腿残废 却能凭借精妙的机关轮椅 化身蜘蛛侠在悬崖峭壁之间来去自如 并且还精通奇门隐身术 可谓是来无影去无踪 被江湖中人称为无腿形万里 千手不能防 二弟子铁手为人忠肝义胆 是四大弟子中最聪明的一个人 他的一双铁手刀枪不入百毒不清 在江湖之中显有敌手 三弟子追命的轻功已入化境 擅长追踪术 能够快速准确地测知目标的藏匿之处 只可惜一身为情所愧 四弟子冷血沉默寡言 随身佩戴一柄无鞘之剑 以四十九路无名快剑闻名江湖 可惜性格冲动不计后果 是最让诸葛神侯担心的弟子 这次胆大包天的冷血 进去刺杀武林盟主林洛石 反被林洛石打成重伤 逃到了天朝门附近消失不见 林洛石的两大得力干将兔狗组合 根据血迹来到了天朝门 直接闯入了天朝门搜查 天朝门的门主杨坚 同样是林洛石的手下 并且负责传授林小刀武功 他得知林小刀多了一个圣老师 不由地出手试探起了他 这个所谓的圣老师 正是诸葛神侯的大弟子吴晴 他隐姓埋名来到将军府 有着十分神秘的任务 面对杨坚的持刀质问 吴晴念不改色坦然应对 未曾露出半点破绽 杨坚本想继续逼问 却被突然闯入的兔狗组合打断 得知有刺客闯入天朝门 杨坚为了避嫌前去迎接林洛石 让兔狗组合可以随意搜查 谁知兔狗组合搜查完毕 竟然没有找到冷血的下落 但是两人一口咬定 冷血一定还在天朝门内 你两个不是已经到我天朝门搜过了吗 可你门下的诱护法 不让我们搜你住的地方 主口 杨门主 是本大将军的弟兄 他的住处不需要搜 不是的 还是去搜一下 杨坚知道林洛石说的是反话 带着兔狗组合前去搜查自己的住处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兔狗组合只好找到了林小刀 表示要搜查林小刀的房间 眼见的兔大师 见到了林小刀衣服上的血迹 林小刀又百般阻挠他和狗盗人 这让兔大师更加确信 冷血就在林小刀的房间 急 看什么 滚了 这还看不出来 刺客现在就在小姐的房里 那现在怎么办 狗兔组合直接冲进了房间 果然在林小刀的床上 发现了一滩明显的血迹 幸好林小刀集中生智 用水果刀割伤了手掌 这里有血 那血是我的 我正要向水果吃啊 结果你这样冲进来 害我吓一跳 你看手都划伤了 看到没有啊 兔狗组合听闻是自己两人 害得林小刀不慎受伤 生怕被林洛石责备 连忙告歉一番后灰溜溜的离去 林小刀搞定两人后 打开衣柜探望冷血 却被冷血用剑架在了脖子上 林小刀出言表示没有恶意 他曾在广服楼被王八挟持 是冷血杀死王八救了他 他这是投桃报李向冷血报恩 冷血见林小刀心地善良 暂时留在他的房间休养 与此同时 诸葛神侯的义女诸葛轻轻找到了吴晴 希望吴晴能够救冷血出去 谁知吴晴为了更好的卧底 竟然连自己人都欺骗 放言若是知道冷血的下落 一定会将冷血交给林洛石 以此获得林洛石的青睐 这可把诸葛轻轻气得不轻 他认为林洛石是精致曹操 吴晴怎能替这样的坏人效力 什么是好人 什么又是坏人 你以为那扶不起的刘阿斗就是好人吗 你太无知了 想不到你竟然是这样的赵子龙 好歹这个扶不起的刘阿斗 也是你从千军万马中拼死救回的 你这话让你的主公刘备作何感想 立刻狗滚回荆州去 滚 我不是你狗 不干你的事 接日遭遇院 接日我 言归正传 诸葛轻轻和吴晴里面不同 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最终闹得都不欢而散 时间来到两天后 伤势有所恢复的冷血 盯上了追杀他的兔狗组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